哎呀,尊敬的戰友們,你們好,這是6月1號的, 6月兒童節,首先在此向全世界的, 特別中國的所有的兒童同胞們表示, 節日問候,老兒童文貴向你們致意節日上最高的敬意。 這個今天是6月1號,哎呀,我過去啊,這個三天前, 在船上的時候,膝蓋碰了一下子,哎呀,碰得,把我疼壞了啊, 然後呢,休息了三天,今天是必須該鍛鍊了, 然後我的這個警衛團隊,還有這個我的私人醫生, 說你絕對不能鍛鍊,腫那麼大個包,你不能鍛鍊, 九點的時候,我說不行,我必須鍛鍊, 因為我不能給我任何一個藉口,讓我自己放下, 不可以的,因為一旦那麼做了,你就有第二次機會, 從我開始鍛鍊,減了十幾公斤,我沒有一次, 少過一分鐘,沒有任何理由,任何藉口, 讓我調整過我的時間和我的計劃過。 人哪,最大的敵人,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, 你自己放棄了就是放棄了,沒有人關你的事, 你不能找任何理由,但是自己沒有放棄, 今天就過了兩個多小時,哇塞,你看看這,太爽了,太爽了。 這個,說一說,人哪,堅持執著, 是一個人走向實現理想的一個最根本的因素啊, 很多問題都在自己,不在別人。 那麼這個,昨天啊,晚上我和幾位朋友通電話啊, 咱們這兒有通電話,這個,特有意思啊, 他說現在,國內已經決定,艾滋病可以進入中國, 你看看,全世界公開的歡迎艾滋病哪個國家? 咱們,中國共產黨,共產黨啊, 民主黨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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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,這共產黨,共產主義。 但是,郭文貴的視頻不能進入中國, 就文貴的視頻嚴重到超過了艾滋病。 所以這位朋友說呀,他現在我覺得, 很多黨內的盜國賊們,已經換成了精神艾滋。 你為什麼叫精神艾滋呢? 因為這些人啊,怕你的視頻,怕到比艾滋病害怕。 哎呀,我說這個好,這個好。 確實,有那麼可怕嗎?郭文貴的視頻講啥了? 大家想知道,你能擋得住嗎? 你就仗著國內的老百姓, 叫你給弄了個防火牆,不能出國。 還有一些你抓人,是不是? 還有一些現在各省啊,發公共信息。 傳播郭文貴的視頻,還有他的文字信息, 屬於這個什麼什麼犯罪,保持追究什麼法律責任。 有那麼恐怖嗎?當然了,這個我很早就知道了, 大概在一個月前我給大家說過, 現在盜國賊們各省主持了專門小組, 專門查這個跟文貴有聯絡的推友們, 戰友們,還有這個現在郭媒體的朋友們。 那麼也成立了專案組,專門威脅。 所以呢,他們有一堆的計劃, 現在他們特別成功的是在海外, 就是把一些原來支持文貴的給錢,藍金黃, 然後成功率很高。 據說,最高領導,最高領導, 政法委的領導,這個表示了, 這個對他們每個實施這成功的人, 進行了獎勵,說要堅持下去, 這是個好辦法。 看來我黨的對外統戰方針, 一戰是管用的,郭文貴現在又成統戰對象了。 所以藍金黃成功,就是很多人被藍金黃了, 然後就開始砸鍋了。 另外一個是什麼呀? 就有些人,真有幾個我知道, 是被逼的,家人被抓了, 你必須砸鍋, 你不砸鍋就要你家人放不回去。 這是有意思的。 還有一個什麼呢? 叫誘騙,誘騙成功率很高, 在日本就說成功了,好幾例。 這本來說給你錢, 還有你家的問題幫你解決, 你砸鍋吧。 結果發現是什麼? 結果是開始砸鍋了, 結果是人家不兌現,不搭理他了。 完了。 這是典型的, 這遇到了一個免費的嫖客, 這是到了妓院去嫖完以後, 提庫總人不給錢了, 活該。 因為你太相信嫖客的這個謊言, 他本來就是嫖客, 你就不能相信了, 這不是好人。 那麼另外一個, 這個也很搞笑, 這個很多國內的朋友問我, 他說文貴啊, 你到底怎麼看現在這種感覺, 倒是一片砸鍋, 說接下來還有什麼, 魏先生, 還有和陳先生, 還有Y先生, 還有L小姐, 都要, 還有什麼, R女士, 都要肯定在一個月內要砸你。 我說給你發自內心的說, 這個砸鍋這個現象, 這個可能在中國歷史上非我獨有了, 這是我的重要資產。 沒有人砸鍋, 怎麼能檢驗出郭文貴是好人和壞人? 郭文貴是善人還是惡人? 沒有這麼多人砸鍋, 怎麼能分辨文貴的爆料是真是假? 沒有那麼多藍金黃成功和失敗的案例, 和這個騙子嫖客, 還有這些家庭鍋, 還有這種敛財, 這些人的暴露, 怎麼能顯示出文貴的價值? 這是上天給文貴的一個禮物。 他說你真這麼認為啊, 我真這麼認為, 咱不信咱走著看, 這將是巨大的財富。 大家上Google上去查一查, 這個最近, 是點擊率最高的, 一直以來, 是什麼? 郭媒體。 郭媒體。 大家看一看, 昨天我的工程師我看了看, 日本的點擊文貴的觀看率, 在這個東京, 叫全宇宙爆料中心, 協調中心, 出現這個之後, 日本的點擊率, 這個是幾十倍, 將近八十多倍的增長。 你看看那個紅點, 日本以前, 一七六份, 現在很大。 現在砸裹以後, 這個點, 這個我錄一個視頻, 這個不錄之前的頭一天, 下來了, 只要錄, 上去。 華人社交媒體裡的視頻, 文貴可以佔了絕大多數的江山, 絕大多數江山。 有些什麼大V們, 十幾萬點擊率, 他差遠了, 有些轉文貴視頻的, 轉文貴視頻的, 都十幾萬, 大家去看一看去。 大家說, 這個有人是形象問題, 和嚴嚴口才問題, 根本沒那麼回事。 正式小哥, 他出面了嗎? 他長啥樣, 你都不知道。 他長倆笛子, 你都不知道。 他長一隻眼睛, 你也不知道。 是不是啊? 你知道他長啥樣? 不知道。 我說他六十多了, 老老把他引出來, 他不出來。 實際上聽說他十八九歲, 你聽他聲音啊, 可能未成年都。 小哥, 聲音好聽嗎? 像小孩一樣, 好聽。 你見了沒人也沒見, 所以說高低、胖瘦、 老少都沒出來。 但是人家小哥就這麼厲害, 還有其他幾個社交媒體頻道, 直轉文貴的視頻, 都十幾萬點擊率。 大家加在一起, 哪一個都是八九十萬上百萬。 這很簡單, 可以說是西方世界都很少有。 所以說我們的跟最近接觸的媒體當中, 每個人都很驚訝。 你去看看HBO, HBO那個很多的, 所謂的這明星那明星的, 你看看, 他是多少年連擊起來的。 一個視頻一週內, 達到十幾萬、二十萬、三十萬, 幾乎很少。 包括六十分鐘。 所以說, 現在咱們開闢的這個社交媒體的事業, 已經成了盜國賊精神愛滋病。 誰砸鍋, 誰去砸鍋, 誰被藍金黃, 你都有可能成為免費的小姐。 你遇到了這個騙子飄河, 結局都是這樣, 都是上天給文貴的禮物。 不信, 央古身先先拿先, 咱們周子看。 謝謝所有的戰友們的關心,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。